主席 上屆特區政府死泡新自由主義的大市場小政府搞條 迷信所謂滴漏理論以為經濟繁榮的成果 總會向下滲漏圍及基層 人民努力工作就可以脫貧 每當我們這些反對派提議一些扶貧措施的時候 政府總是以大市場小政府或確守財政紀律為由推躺過去 更可惡的是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說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很難解決 好像事不關己 特區政府財政儲備六千三百億 外匯儲備接近二萬三千億港元 但是堅離是數 就已經去到一個暴動的邊緣 零點五三七 貧窮會有十八萬五千 所謂官富民窮 一致於此 但是特區一眾高官 不知愧此 繼續好官我自為之 出身港共系統的梁振英 正在小圈子選舉 打著反地產霸權和扶貧的旗號 但是現在推出長者生活津貼 就要堅持資產審查 不改前朝的論息本息 近來這個勞福局局長張建宗 繼續念念有詞 說什麼財政紀律 局長 我告訴你 所謂財政紀律是什麼呢 就是 03年 減少縱援金額 11.1% 調高金額的時候 永遠落後於通脹 到今天為止 仍未追回03年之前的水平 縱援金額 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 這就是 財政紀律 財政紀律也是 那就是 縱援的租金津貼 在03年減少15.8%之後 一直凍結到今年1月 才調高5.7% 財政紀律是 生果金一直要 對65歲到69歲的長者 設下資產和入息審查 四年前還要用來扔招 才肯撤回70歲以上 長者的資產審查 給多39歲 令到有需要的人 不可以同時領取縱援 傷殘津貼或者生果金 這又是財政紀律 財政紀律也是 2018年取消紅酒稅 但是提高淹稅 財政紀律是 2011年拒絕派發現金 反而退回三百億差響 入息稅、利得稅和商業登記法 特區政府所謂財政紀律 就是 劫貧制庫 閑姐今天 動議這個 書解貧窮 我認為 議案的內容 是太過溫和 如果是我 我就會改成 強烈譴責特區政府 劫貧制庫 貧富懸殊 越拉越闊 貧窮人口 與日俱增 這就是特區政府縱容大財團如玉市民 民建聯和民主黨贊成的領會上市 領會上星期公佈業績 截至九月底的半年順利增加 一成過去半年期內領會所有租戶 逐租中金平均升25.9% 其中商譜升27.9% 領會七年來累積加租七成四 當年上市時招股價是十個零三 現在的股價是四十元一股 創下這個歷史新高 七年翻了三番 公屋住戶大多數來自基層 是經濟能力較差的社群 政府 賣了這些公屋的資產 容許資本家 在這些基層市民身上謀取暴利 南牆實 北領匯的天水圍 是全香港第二貧窮的地區 僅次於深水埗 區內食材的價格 扣除交通費後 竟然比元朗更要昂貴 其實這些數字 我再說下去就會上頭 明年首季行政長官 將會發表施政報告 財政司長又會發表財政預算案 社會現在醞釀對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的意見 本席對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 都不存厚望 估計又是那一套 不干預市場 嚴守財政紀律 主席 我們香港的利得稅是很低的 我們香港現在的博彩稅也是偏低的 經常問我錢從何來 就加利得稅 加博彩稅 馬會 現在今晚跑馬 除了抽稅之外 還有馬會行政費之外 那些是用來做善事的 但是如果賭博 馬會是大莊家 輸殺的 你可以在輸殺裡抽稅 你想你不會想的 澳門為何可以派錢 殺錢 殺錢來抽稅 你完全不會想想一些辦法 澳門 又派8000 香港人是否看得真是牙癢癢 那年扔你溪錢 勉強派6000 第二年 你又覺得不妥當 你就派差響 減利得稅 甚麼都做得出 輸解貧窮 現在是很簡單的 有多複雜 星期五又要加時 講長生俊 一定不讓你過了 張建宗 早幾天我才跟長者說 你原諒我 我一定要盡最大的努力 最後的努力 為我們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家 爭取多一千一百元 免資產審查 有甚麼錯呢 是不是 謝偉傳議員 我這個是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